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千万不要小看气质好的女人,女人有没有气质,看这几个地方,千万不可低估,有人说,女人不一定要美丽,但一定要有气质,对一个女人而言,美丽大多留于表面,她抗拒不了岁月的印记,唯有气质,她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褪色, 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,愈发的厚重,如陈年家酿般,永远散发着迷人的唇香,一个女人最好的气质,莫过于这极点,孩子气,什么时候开始,你不再卖萌撒娇,不再大哭大笑,你害怕别人说你不懂事,说你孩子气,所以,你努力装扮出成熟的样子,其实,真正的孩子气,不是角如造作,也并非肆意妄为,它是你生活的解药, 是你跃进沧桑后,依旧热爱生活,依旧保留的那一份童真,有个网友描述过这样一幕,有一次,她一个人在被窝里看电脑,看着电视的妈妈,突然过来抱了她一下,对她说,今天都出三了,过几天我就抱不到你了, 她的心,瞬间被妈妈萌化了,都说,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,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,这样孩子气的妈妈,相信,即使是一地鸡毛的生活,她也能生出一份欢喜,有人曾问过周迅,她是如何保持新鲜感的,周迅说,不管是平时的状态,还是对人合适的判断,她都像个小孩子一样, 在她看来,当演员应该有一个责任,就是让自己很干净,保持一个很简单的,很小孩子的感觉,这个世界,总是要求我们女人,什么样的年龄,该做什么样的事,然而,年龄从来都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字,她不应该成为一个女人的束缚,成年人的世界, 纷繁复杂,如能保有一份纯真的孩子气,或许人生就会变得简单而又纯粹,只要心不老,万事皆可爱,即便出走半生,归来仍是少女,江湖气,像柴田风奶奶写的诗那样,即使是九十八岁,我也要做梦,也想要乘上那天边的云,有人说,如果没有谢南的一句,我养你,无今恐怕难成百亿影帝, 记得当初无今丑拍战狼时,投入特别大,就连房子都抵押出去了,如果赔了,可能就是倾家荡产,他让谢南考虑好,是否要嫁给自己,没想到,谢南却对他说,没就没了呗,大不了我那孩子一个小房子,我们一起可以从头再来,如果不做这件事,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开心,你输了,我养你, 他的支持,让吴京得以更好的发光,即使过去很多年,吴京每次回想起,仍是满满的感动和幸福,得其如此,福福何求,就连吴京自己也说,这样的老婆,真的是娶到了,谢南的那份豪迈,是同甘共苦的情义,更是甘胆相招的江湖气, 所谓江湖气,讲的就是情和意,一个有江湖气的女人,为了朋友,可以仗义之言,两肋插刀,一可为了心爱之人,先一路马,直见天涯,功成名就也好,青山白发也罢,始终无怨无悔,这样的女人,注定是迷人的,特别喜欢谢春花的,借我,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,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,借我孤绝如初见,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, 借我生猛与莽撞,不问明天,或许,因为压力,因为顾忌,我们早已没了浪迹天涯的勇气,也没了义无反顾的魄力,但,人生难得几回博,如果可以,请带着一点江湖气,毫不犹豫的勇敢一回,去做自己想做的事,去爱自己想爱的人,书卷气,说到书卷气,不禁想起这几年爆火的网红博主方琪,读他的文字,每每都被感动到, 在综艺节目《为歌而赞》里,当张寒韵不被大家看好,饱受质疑时,方琪对他说,如果真的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你,比起女王我更喜欢清风,她强认她强,清风赴山岗,今天有很多人质疑你的唱功,没有关系,因为你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,重新拿着话筒去唱歌的机会,你还有很多的时间,十五六岁的那股清风,越过了重重的山岗, 吹到今天,你也还是最好的年纪,这就是上天对勇敢的女孩最好的奖励,一段话,让张寒韵当场潸然泪下,原来,这就是文字的力量,温暖而又强大,方琪用行动,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教父有诗书气自华,他就像挂在天空中的那文明月,欲欲生辉,照亮了自己,也照亮了别人,我想,这就是读书的意义, 内心有光,灵魂有香,毕书敏说,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,书不是胭脂,却会使女人心眼常煮,书不是棍棒,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,书不是羽毛,却会使女人飞翔,书不是万能的,却会使女人千遍万画,一个女人,真正长存于世的美,从来不在皮囊,而在于,她身上散发出来的独立和智慧,书眷气,就是她最高贵的香气, 努力做一个带着书眷气的女人吧,读万卷书,行万礼物,不惧岁月,不畏风霜,任这个世界如何喧嚣,都能守住心中的一份安好,烟火气,最近,被大考,李延炳宴饰演的赵山圈粉了,她的身上,有着一股暖暖的烟火气,一言一行之中,一饭一粥之间,都倾注了她对家人满满的爱,经营着一家小饭馆,每天凌晨三点半,骑着三轮车, 去菜市场买菜,当迎着晨曦满载而归时,她一脸的满足,她的爱,就像那热气腾腾的鸳鸯火锅,包容中尽显智慧,怀二胎后,面对老公的不作为,她温柔地开导,老公,我现在需要你,需要你支撑这个家,支撑我和孩子们,当老公打工处处碰壁,觉得自己就像个废物,甚至想不开要撞车碰瓷时,她及时叫住老公,满心的安慰,你是我老公, 我老公啊,全天下第一,她是老公的精神依靠,更是老公的光,使她把老公从颓废和痛苦中拉了出来,俗话说, 女人是一个家的风水,带着烟火器的女人,撑起的不仅是一个家的味道,更是一个家爱的温度,所谓人间烟火器,最腐烦人心,阳春白雪固然浪漫,但生活终究要回归到柴米油盐之中,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,成的是饭菜箱,装的是人生百味,吃下去的是美食,幻化出来的是柔情,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带着烟火器的女人,请记得一定要好好珍惜,因为用心生活的她,真的很美,有一句很经典的话,你现在的气质里,藏着你读过的书,你走过德路和你爱过的人, 气质是一种内在的修养,它是我们成长过程中,融入到我们骨子里的韵味,身在红尘,不管我们经历什么,我们都会在岁月中老去,在时间的洪流里,不要试图去扭转岁月的痕迹,那样只会让你更快地迷失自己,你要做的是,保持本真,努力修炼自己的气质,不让自己湮灭在世俗里,张爱玲曾说过,女人如花,如花的女人,应保持如花的容颜, 如花的财情,如花的品质,因为当岁月流逝,荣言老去伴随一生的,只剩下内在的素养和气质,女人的气质,是人生的沉淀,一个女人最高级的气质,不是打扮的光鲜亮丽,而是由内而外透露出的从容和优雅,一个人的气质,是经过岁月洗礼后的魅力,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掩埋,反而会更加迷人,对外,举止得体,一个有气质的女人, 不会被外在的容貌所影响,她们不会刻意用昂贵的珠宝首饰来装饰自己,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高低,正如林清玄所说,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,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,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, 一个真正有气质的女人,从来不会过度修饰自己的容貌,瞧不起比自己颜值低的人,因为她们的内在涵养极高,不会做出刻意伤人的事情,在现实生活中,有些女人画着精致的妆容,拎着名牌包包,在网络上大肆炫耀自己的美貌和财富,讽刺那些出身贫寒,不懂得化妆打扮的女人, 这样的人看似精致有气质,实际上是金须其外,败须其中,她们离不开外物的修饰,更意识不到自己的缺陷,真正有气质的女人,往往举止得体,她们身上有一股知性和优雅的气质,让人发自内心的认同,如同农村出生的赵丽颖一样,她在出道前,犹如一根不起眼的小草,圆圆的脸蛋放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,被业内人士评价, 圆圆担不起女主角,然而,她却凭持着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,一年三百多天都待在剧组里学习,提升演技,从不起眼的小配角到流量担当的女主角,赵丽颖摆脱了容貌的束缚,凭借实力赢得了精彩的人生,逆风翻盘的背后,藏着的是日复一日的努力,一个女人,从平平无奇逆袭为气质佳人,除了要有韧性和毅力之外, 也离不开对细节的把控,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,人们往往非常注重第一印象,一个女人外加流露出的细节,影响着她的气质,例如,干净整洁的服装,从容不破的举止,不急不躁的声音,淡雅清爽的妆容,都能看出一个人的气质,一个女人外在的气质,是对外展现自己的明信片, 懂得举止得体的为人处事,会让人更具魅力,对内,沉淀自己,生活中,有一种女人看上去温柔似水,实际上,性子并不软弱,内心极有唯有主见,她们对外展现出来的温柔,是一种修养,而并非是一种示弱,真正有气质的女人,不会将听话,懂事,温柔等词,强情架在自己身上, 而是骨子里有傲气,敢于对外界说不,这样的女人,遇到善良的人,会温柔似水的对待,展现出自己的善意和修养,但如果遇到恶人,她们不会一味地忍让,而是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,一个女人经久不衰的气质,源于渊博的学识,善良的内心,豁达的性情,坚韧不拔的意志,这样的女人外容内刚,看似软弱可欺,实则有棱有角, 与世不慌不乱,能够从容不迫地面对生活的风雨,芳华容颜终会老,唯有气质留心间,气质是一个女人一生的门面,而在我看来,一个女人最好的气质莫过于,一不争,二不问,三不笑,一不争,是不争输赢,世界纷纷扰扰,身边人来人往,总会有让你看不惯的人,不顺心的事,有些事是不值得计较的,有些人也不值得纠缠,有气质的女人, 从不好争,欲是大吵大闹,与人纠缠不休,他可以做,却也不懈做,有时候,退步表面看是输了,但实际呢,不在不必要的人和事上消耗自己,才是赢,不争,才守得住得尽,凡是较真,都要争个是非,争个礼表,争个高低,争输了,愤怒不已,争赢了,也仍是一难平,争了也无果, 不如守住自己内心的一方宁静,正如汪曾琪所说,静,是一种气质,也是一种修养,二不问,不问人闲事,不问人生活,每个人的人生路,都会遇到不少插曲,有些好,有些坏,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,与你都是闲事,一个有气质的女人,不会把八卦当关心,把越界当有爱,把有心当无心, 碰到人家高兴的事,不多过问,说句恭喜就可以,碰到人家不幸的事,他不愿说,你装作一无所知,不问东问西,才是善良,不过多去追问,不是冷漠,而是尊重,至于别人的生活细节,更不必多问,好比收入,对象,家庭等等,生活上的私事,就算被你问到了,又如何,平添比较,不是越来越羡慕,就是越来越沾沾自喜,得不偿失,这个世界, 没有满分的生活,都是各有各的光鲜,各有各的难堪,杨将先生说,上苍不会让幸福集中在某个人身上,得到爱情,未必拥有金钱,拥有金钱,未必得到快乐,得到快乐,未必拥有健康,拥有健康,未必一切都如愿以偿,一个人最好的气质,在于他不把他人的生活,当做自己的参照物,专心根治好自己,过好自己的人生,三不小, 不笑人穷,不笑人傻,不笑人短,不笑人穷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不要拿别人的落魄当笑话,要走着瞧,不要用高高在上的眼光去小看人,未来谁都说不准,贫穷也从来都不可笑,只要人穷之不穷,总会有出头的时候,站在上坡时,不看不起任何人,站在下坡时,也不自怨自艺,修好自己的路,发好自己的光, 有余力时,再去拉一把需要帮忙的人,这才是一个女人的气质所在,不笑人傻,是因为没有谁真的傻,人人心里都有本账,只是不说罢了,就像三毛仔,随祥里写过的一句话,我最喜欢别人将我看成傻瓜,这样与人相处起来,就方便多了, 自嘲傻人,不是人真傻,而是人喜欢简单,不想惹是非,安安静静过日子就好,装糊涂,愿意吃一点亏,使他们懒得计较而已,所以在生活中,气质女人,从来不会把别人当傻子,也从不以聪明人自居,不笑人短,给别人留脸面,就是给自己留体面。 佛光采根坛说,得理而能饶人,是为厚道,厚道则路宽,无理而又损人,是为霸道,霸道则路窄,能给人留面子,不与人斤斤计较,懂得包容,所以常常被幸运围绕,想方设法不给人留面子,以此显示自己高人一等,树敌太多,前面科走的路就越来越少,人有短,且抹接,不随意揭穿,更不要以此,当笑话进行谈, 你觉得无伤大雅,却有可能伤到别人,一不争,二不问,三不笑,这是我认为的一个女人身上最好的气质,你认同吗?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